修例禁止加熱煙和電子煙的法案委員會召開最後一次會議 草案會在下個月恢復異毒 有議員認為應該規管而不是禁止加熱煙 政府就堅持全面禁止的立場 他講的四種自然物質 第一種就叫做縮水甘油 這一種就是一些現在在香港含有植物油的朱古力和餅乾 在香港其實現在找到的 第二種就叫做3612丙二醇 現在在香港的石油裏面其實是找到的 他拿了一些數據出來畫了一些物質 告訴香港市民聽好切之鴨 這一種的產品有80種 但是這個水平多少呢?講來講來講不到 對於吸煙特別擔心的就是它有那個尼古丁 而加熱煙它釋出的尼古丁水平 其實是跟普通或者傳統的捲煙相似的 所以它們都有相若的成癮性 現時也沒有證據去支持煙草業所提出的 加熱煙是比傳統的煙草產品的危害更加少的這個說法 政府希望在今屆立法會會期10月底完結之前 通過條例草案 但未能就恢復異讀的日期和議員達成共識 謝謝